現在換上是高雲將數 就是今年 等於說是統一在今年選秀才選進的投手 我想他在二軍的一些調整到位 然後教練團觀察認為可以跟一軍做回報的話 他算比較所謂的大臨 就是比較有年紀的 然後經驗也比較多的選手 挑戰中華之邦不只一次 今年挑戰成功 我覺得跟統一的隊形有關 就是說這種被視為我選進來 如果是極戰役的話 因為在台灣適應的 就是對台灣的環境也很適應 因為都在這個家族的一個業餘的城棒隊裡面 那也是球隊重要的投手 一些重要的比賽都有出賽 抗壓性這些也夠 主要就是統一在今年目標奪冠的話 這個陣容裡面他必須要強化 尤其是牛皇的部分 第一次出場的一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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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龍捲風式的往後轉的多了一些 出手球的那個遮蔽效應是有的 最後這一個變化球 劉時豪揮孔 應該是直插球 最後是將劉時豪給三振 所以這裡是高雲槍樹在中華之邦出燈板 面對到守民打者所投出來的成績 三振的劉時豪 這球打高了 看一下那野誰要來處理 朋友 這球接得還蠻驚險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是在投手球的另一側 對打得不是很扎實 但直棒因為投手球速快 然後打者力量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這個高度來講的話 野手過來還是來得及 我們過去在轉播全身棒球的話 如果是全身棒球的一般這種球 有時候就是會提醒投手說 你自己來接就好了 免得說打得不夠高喔 所有野手過來其實沒有人 有辦法來得及接到喔 最後變內野安打 那是滑不來 一毫一毫 這個變化球 左邊 最後是出鏡 這球打高了 看一下位置 手後退的行進間 將這球給接上 三人衝取這個半局 三上三下 待會看到六局下半 同時隊有一個進攻 在某天山中 окult